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看看美國股市三個主要指數 其實今早早回來都是升的 今早日本股市都升的 升75點 做26,964點 南韓升了1.2697點 油價方面 5月份口約期油是96.4美元一桶 升了38美先 整個投資環境怎麼走呢 比如外匯市場來說 美金持續都強 美匯指數上到99.864點 對日圓一度穿過1.24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看看大局的投資環境 就是渣大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 Hello 梁振輝 你好 早安 早安 聯合國通過暫停俄羅斯人權理事會的資格 這些外交手段繼續升溫 突然政治對全球投資環境有什麼影響呢 我想整體大家由三月份開始 這個戰事開始之後 大家都一直擔心 但是要留意 就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之後 大家某程度都很老實說已經消化了 至少對於投資市場來的影響 可能就沒有現在大家更關注的 包括加息啊 可能債息曲線倒掛等等的情況 當然地原政局仍然可能是第二季節的焦點 特別我想要留意就是對於商品方面的情況 因為俄羅斯在國際能源方面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甚至其他的商品都是一個比較主要的出口角 如果有進一步的制裁啊 禁運等等的時候 也都可能會進一步推升一些商品價格 進而影響回現時呢 其實很多歐美國家面對一個高通脹問題 那當中整個投資環境 我們經常說避險 其實地原政治局勢緊張呢 一般以往避險可能去金 去外匯去日圓 但是我們見到日圓就越跌越有效 今早一度都穿過1、2、4、1美元 那金呢其實又沒有什麼顯著上升 現況今天是1,934.91美元的安市 怎麼看現在的情況呢 我想有兩個解讀的 你看到一些傳統的避險資產不升 也都可能某程度解讀 其實投資市場一方面可能唱得很淡 或者很擔心 但是實際在行動方面未必能夠跟進配合 但是你必須要考慮就是各自一些問題 包括了傳統的避險資產 例如日圓方面也都受著美國加息 甚至可能加息預期大幅上升所影響 所以在一個色差的月勢情況之下 都引發了一個日圓相當比較疲弱的走勢 至於黃金網也都要留意 就是說當然整體亂世買金也可能是一個傳統的智慧 但是今天我們都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高通脹的情況 也都面對過息口上升 這些都是傳統的不利黃金的走勢 甚至可能大家都關注了 那個美金 剛才你也說過了 其實過去的六天都上升 也都在貼近美匯指數100的水平 也都是另一個不利的黃金界的走勢 但是怎麼看我們相信 如果在一種的避險資產裏面 我們覺得黃金相對有比較好的潛力 無論是應對通脹 應對後市 大家對於這個地形政局的憂慮都有比較高的潛力 我都已經覺得後市會有機會反覆 事實上的歷史高位 甚至我們覺得如果最高位 有機會望到2200美元的水平 黃金和白銀的貨幣功能都未充分反映出來 現在俄羅斯被人圍堵 不允許去做交易 美元的交易是國際貨幣 俄羅斯的交易不用得美元 變成黃金會不會作為替代交易的工具 這些是否值得關注 我想整體會有市場人士有這樣的預計 都可能有一些的存差 但實際上始終要留意 我想黃金本身的運輸和交易成本 可能都比現金或者其他電子貨幣交易 相對來說來得高的 這個都是要留意 我想我們仍然比較相信 就是黃金要做好 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背景 就是央行一方面壓通脹 但可能通脹也未必有大幅降溫的情況 這是一個憂慮來的 所以我們覺得某程度 就是我們今年的報告 主體我們仍然是比較有益視去看好股票 負之意就是以黃金作為一個對沖 就是如果我們看回市場對於通脹 對於額色經濟的憂慮 從升溫的時候 黃金應該會比今天表現更好 看看美國方面 美國通脹壓力持續都上升 聯儲局理事更加說 當局最快下一個月 將會開始迅速縮減資產負債表 令到美國債息方面都一直上來 尤其這個情況會不會持續 短息和長息方面的走勢會怎麼走 我想要留意就是 我想美國加息似乎都自在必行 甚至很多人都預計 五月六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都可能會持加息伴利 另外一方面 可能最快五月就會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 之前寶貝都說過 其實你如果縮減資產負債表 可能你就當加多四分一來 這樣算 所以如果五月份是加一半來 又再縮減資產負債表 其實可能正確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 可能就是一個四分三來的加息幅度 這個都是大家要留意 但我們覺得今天至少 在五月或六月上半年的情況 其實對於加息預期已經大意反映了現階之上 現在市場的確很擔心 就是剛才你們說的一個情況 就是指式曲線 特別是長短式方面的走勢影響 比較接近 今早十年期的債息就兩來六 兩年期的債息就是兩來四左右 沒錯 現在就是剛剛開始看到有機會倒掛的情況 但是要留意 即使確認這個倒掛也好 這個可能對於經濟的確是一個不利消息 但至少我們看回以往的情況 就是以往出現指式曲線倒掛 其實我想由七八年到現在 差不多整體應該有七次 當初有一次就是一個假訊號 但是這麼多次以往見到的債息曲線倒掛 其實見到股市 特別是美國股市 其實都能夠持續上升 甚至說平均計 七次的情況 平均都還可以升級三到一年時間 才有機會見頂 可以這麼說 經濟又經濟走 可能投資市場是另一個的考量 因為某程度股市經常都會向前看 也都有一個預期在 這個都是我們覺得股市投資者要留意 就是不要太從經濟表現 對投資市場的影響 因為我想從2000年開始 疫情開始大家都見到 經濟全球都不是太利好 但是整個投資市場 又不是真的 經濟反映得這麼差的情況 但是其實那個經濟狀況 看到美國聯儲局都應該加息 越加越多 看看他的資產負債表 相對19年現在都會翻了一倍 都不止 當時是4萬億美元 現在是9萬億美元 沒有說再早幾年 都是一兩萬億的水平 怎樣可以將資產負債表壓縮 只有幾招 是否真的會加息 加七次 每次可能 現在最英是說要加三里半 每次 我想整體要留意 現在最精的預計 可能就是今年之內 加息可能去到三里到三零二五 其實只有幾誇張的情況 差不多 接下來六次會議 都要加一半 但是要留意 加息某程度 就希望壓住通脹 或者至少壓得到通脹預期 但是縮感資產負債 就是另一個考量 就是某程度 在市場比較好的情況 或者經濟比較好的情況 做一些動作 令到往後 如果touch food 有任何不利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都仍然有子彈可以去做 這個是要留意 當然有些人都說 五月份開始縮表 其實幅度好像都挺大 最厲害的 去到950億 其實整個年計 一年過去可能有1萬億 但是剛才也提過 其實現在有接近9萬億的資產負債表 就算一年僅1萬億 其實影響都未必有市場預期這麼大 這個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特別我們相信 市場現在這一刻可能未完全反映的 剛才我們都說了 上半年的加息預期 或者縮股的情況可能已經反映了 但是下半年的情況 仍然有很大的不明朗 所以我們覺得整體大家仍要留意 今年可能整個2022年的市場 都仍然跟著美國走 不論跟著有沒有經濟 跟著美國的褫瑤 甚至聯絕區的行動 都是會影響大家投資的部署 那踏入第二季 你自己看投資部署是怎樣 特別是美國股市 其實第二季的走向 會不會有較大幅度的調整呢 即預期其實可能 接下來的加息步伐 會跟著每一次都可能有機會加息 策略部署是怎樣的 我想整體我們覺得 整體在第二季的市場 未必會有很亮麗的表現 正如剛才所說 加息 縮表等等的影響 你說反映左右也行 你說未完全反映也行 視乎市場真的怎麼看 我們覺得暫時來說 就沒有太高的透明度 因為美國未公佈第一個業績 到時究竟市場是調升往後的盈利預測 還是調低 這個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我們某程度覺得 可能第二季整體的股市 環球來計算 可能都是比較橫行發展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 當然剛剛第一季的低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 希望能夠繼續守住 但是另一邊想 我們覺得在一個大環境 即大股未必就的情況之下 可能傳統的智慧 就是炒股不炒股的時候 留意一些比較利好的板塊 既然你擔心美國加息的時候 那些金融股會不會相對比較做得好些呢 另外如果覺得地元政局不利的時候 那些商品會繼續高企的時候 譬如能源等等的相關股份 也都似乎 在第二季甚至近一長時間 能夠提高一線 那內地的經濟走勢 怎麼看呢 現在受到內地的疫情影響 最新的上海都有 一萬九千多宗新證 即快突破兩萬的了 現在各個省市十五個省份 都有不同的疫情 那這個會不會是 帶來一個中國經濟的增長 有很大隱憂呢 我想我們同意這個暫時來說 是我們現在見到最大的一個風險 連對就是因為來地方面的疫情 令到部分有些封閉的情況 封鎖的情況 也都的確會對經濟活動 造成一定的影響 但是始終要留意 我想過去兩年不多的時間 全球都面對相關的一些情況 我想我們現在著重的就是 究竟疫情稍為緩和的時候 經濟復甦的力度有多強 就是正常說 你看到我們希望透過消費券 做得來都令到消費市場 有比較好的復甦 帶動經濟動力 這個在過去我們都見到不少了 內地當然我們覺得 今天面對的情況就是疫情 令到經濟可能在第一季 第二季初有比較大的影響 但是我們現在著重的就是 往後會不會有多多的一些政策出台 因為內地 今年有個比較進取的得獎目標 5.5% 我們覺得如果不做事 似乎不能夠達到這個水平的 我們覺得無論是財政政策的幫助 至到國外政策方面 都可能會有一些的放鬆 令到整體的經濟動力 在第二季如下 或者在疫情交易會務的情況之下 能夠有比較好的復甦 這個都是我們覺得 投資市場希望見到的 也都進而有機會幫到資產市場的表現 因為都特別看到 世銀方面都調低了 那個經濟增長的預測 對於內地方面 他們猜甚至有機會 如果疫情是嚴重的話 可能會跌到4% 也都現在暫時調低到5% 和內地原先的目標 5.5% 都有一個距離在 你仔細看內地其實如果真的要達到 全年5.5%的經濟增長 下半年其實他的貨幣政策 以至到其他一些監控政策上面 應該怎樣走 我想整體其實5%都是一個 普遍市場的預計 甚至少低一些 也都有人這樣預測 對這個都不意外的 反而正如剛才所說 有什麼因素可以令到它推升上去呢 我想整體其實以往大家都很著重 究竟可不可以拉扮消費市場 但現在疫情情況之下 所以似乎就不是一個 即時可以見到效的情況 即是有一隻腳可能用不住 他三隻腳 暫時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我想至少我們相信 就是內地可能在官方方面 一些財政政策幫助 基建等等的情況 可能要路上重彈了 另一邊相信就是 在外圍美國歐洲都加息 可能加得很誇張的情況之下 內地我想保持平穩 其實都對經濟活力有幫助 甚至可能稍微放鬆一些 其實由去年第四個月開始 我們都見到國際環節也有少少減少少息 雖然是一個比較異議上面 因為實際的幅度真的很低 但至少告訴我們 就是歐美加息的情況之下 它繼續保持平穩 可以稍微放鬆的時候 對經濟動力或財政政策 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但今天我想我們仍然看著 第一季內地方面的業績 另外也可能關注的是 房地產方面相關的情況 是否可以比再有舒緩呢 這也會對整個經濟動力有比較大的幫助 上海總載區對於貿易、航運 影響比較大 陽山港全球第一的吞吐糧 現在香港全球第十名都快踢出去 但是現在疫情 你說有成二千個拖頭 在浦東排隊 司機等吃飯 那真的會不會對於整個中國出口 貿易方面的數據 將會慢慢浮現 就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我想肯定的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疫情情況 對往後一兩個月的經濟活動 的確會有所影響 但我想我們強調的就是 如果疫情在疫情能夠受控的時候 其實這些經濟活動恢復的時候 其實反彈力度都可以很大 另一邊都要留意 不要太集中 就是看中國方面的情況 例如剛才說的一些航運等的情況 其實都影響全球的應鏈 也都可能令到今天 可能會面對一個所謂的通脹問題 更加火上加油 這個都可能 投資者在報名的時候 要留意 不要單單集中 看中國方面的情況 也都可能是中國方面面對問題 也都會影響全球方面的各個環節 另外看回香港這邊 第二季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憧憬 就是4月21日放寬那個社交距離措施 也都逐步有些場所會 按著那個時間表 再開回 你怎麼看第二季香港經濟的情況 我想我們希望的就是 第二季整體的經濟情況 會有所改善 因為包括了消費券 再度推出的時候 以致到可能是相關的一些措施 寬鬆的時候 應該對整體的經濟活力 至少可能大家都比較有機會 出去吃飯 出去消費 這個都會是一個利好 當然我想要留意 是要有時間醞釀的 而且重要的是 疫情整體沒有一個進一步的惡化 這個都會是一個首要條件 但是整體我們會覺得 第一季相對比例 走勢之後 希望第二季有比較顯著的改善 配合疫情回落 配合消費券 應該有比較大的信心 整體的第二季經濟 會比第一季做得好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 我想對於香港 特別對於投資者來說 究竟這個經濟的復甦 或者反彈 究竟有多多能夠反映 在投資市場方面 大家要留意 那如果投資策略 應該怎樣部署 我想整體 其實跟剛才我們說 歐美沒有太大分別 就是說如果股市來說 第二季可能整體 比較橫行發展 特別我們覺得 今天可能收息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 雖然說美國加息 甚至加息幅度會很大 但一些收息的資產 我們覺得仍然是有 它一定要吸引力 甚至收息股 都同樣的情況 至於股市方面 我們仍然覺得 都是套用傳統的情況 就是炒股不炒股的情況之下 在大市當然也看到了 第一季我們跌過4000點 接著又低位反抗4000點 其實那波幅是否閒了呢 我想大致來說 的確真的要偷一偷 我突然覺得 可能第二季 一個比較橫行的格局 就集中看一些 基本的比較利好的一些板塊 正如剛才提及過 加息之下利好的金融股 以至到在商品格格高的情況之下 能源相關的股份 似乎都會被其他的板塊 升高一線 現在我們就看一些工業股 包括了一些高一些的製造業 以至到可能航運出行等等 都有機會去疫情 整體幫助 拉動短線的表現 那有沒有復甦概念的板塊 都可以去趁低吸納一下呢 我想消費股 都是一個可以留意的方向 但是整個大環境 整個大氣候是否真的能夠持續復甦 這個暫時來說 都仍然有比較高的不透明度 所以可能就比較短線的部署 在這方面比較好 我們覺得可能比較中長線的 留意一下一些主體的基本因素 所配合的 包括剛才說的金融和能源方面的情況 好 今天和阿澤達的梁振輝 談到這條線 謝謝你的分析 謝謝 梁振輝 好嗎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